很多人對於內地的司法或者法律制度 都有些誤解 因為他們停留在幾十年前 他們所認識的內地的一些法律制度 舉個例子 以前大家在媒體上都看到 抓到一個人的時候 就叫做坦白重寬抗拒重嚴 沒有這個無罪推斷的理論 其實現在內地的刑事法 刑事訴訟法 是跟香港的無罪推斷一樣的 都是要檢察方面 舉出證據才可以判有罪 除此之外在民商事 或者尤其是在數據法裏面 它比香港更為先進